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员围棋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蔡静老师 来为我们讲解 第21届农心杯 世界职业围棋团体赛的第三局 是由中国的杨顶心九段 对阵日本的山下建武九段 蔡静你好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咱们介绍的是中日大战 昨天杨顶心是战胜了韩国的 任胜珍 所以现在杨顶心是一个 类主的身份来出战 对 龙心杯今年是第21届 然后杨顶心的年龄 正好也是21岁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三下建武 在首届龙心杯的时候 也是以21岁的年纪 然后代表日本队当先锋出战 然后今年也是杨顶心 第一次当中国队的先锋出战 是啊 就这么一说来 这个龙心杯一晃已经 这么多届了 21届了 第一次出战的时候 说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山下建武 他也第一次出战 竟然也只有21岁 对 但现在已经是老将了 他比杨顶心大了整整20岁 对 杨顶心是出生于98年 对啊 山下应该是我们本届龙心杯 最大的棋手了 对 龙心杯也是目前就是 世界比赛中举办的 世界最长的一个比赛 然后也是奖金最高的比赛 冠军的奖金达到了300万人民币 对啊 而且呢 我们这个也有连胜奖 如果一旦是三连胜的话 好像就讲 1000万韩元 对 1000万韩元是多少啊 你这个经常参加世界比赛的 应该这个韩元 1000万韩元大约是 大约6万人民币 哦 然后后面是美银一盘加1000万 那这个 我觉得作为先锋出战的优势太大了 这是研究室里面的韩国棋手 对 金智希和朴婷环 这个是韩国团长穆振硕 这是袁胜珍 这是余老师 对 余老和画 在关注着杨领新的对局 然后我看到那个大家的这个网上的一些新闻 第一盘的时候 我看好像都没有咱们中国的研究团吧 他们可能是 好像是去了党一飞的婚礼 哦对对对 没有回来 对 咱们这个十月份啊 我看我们中国围棋界的婚礼特别多 好像一个一个挨着结婚 给我感觉是这样 好那咱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这盘棋吧 本局是杨领新的黑棋 山下敬母的白棋 是新小木 对白棋也是新小木 黑棋下小木现在求变的比较多 因为黑棋天幕负担比较大 但相反白棋下小木呢 其实是少一点的 因为白棋 现在还是比较好下的在AI出来之后 所以正常的时候 白棋下二连星的会多一些 黑棋下小木和星围都有 那这盘棋可能 我觉得他也是担心点脚之后的变化 哦因为你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 好像是不是日本棋手 尤其是老棋手 应该七八年嘛这么一岁下来都四十好几了 是不是人工智能学习的就没那么多 他们条件应该是要比中国棋手要差一些 因为中国棋手就是有决议的这个支持 还是就比较有优势的 是一般来讲好像日韩的 如果说是AI 他们应该就没有这么厉害的 对对对 首先没有决议这么厉害 然后其次可能对他们的支持 不像国家队这样的可以放开了给他们用 对我们随时都能看到AI的这个变化参考图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棋手掌线还挺有帮助的 对现在基本就下的棋可能很替代的节奏很快 可能半年前和半年后完成就不是一种下法了 可能风格转变会也会比较快 就是每半年就是你说的这个风格是招法吗 就是局部的一些这个拆的一些就是正解会不一样是吗 主要是认知上的我觉得 就很多东西以前觉得不能这么下 现在发现可以了 包括比如说这种点三三 点三三这个都已经就持续了好多年了吗 但是就是在出来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可以怎么下 是 但这个我们知道具体手段可能并没有那么有用 但是我们知道的这种选择可能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或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那AI它自身就是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 它也会提高吗 那个 就是升级啊 就是你你说的理念是是AI的理念在变化 然后影响到我们 还是我们就是就是我们会随着AI变化 然后你看现在呢就包括这个小飞挂 我们也很少看见就各种的加工的这些招法 现在好像就是这种加或者拆都是比较少见的 只有星位的时候小飞挂有的时候会出现一间低加 别的加法好像都很少见 然后拖鲜的会比较多 但小木的话呢 是小飞挂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白旗基本上都是尖这个或者飞一个 对 然后或者尖一个 这我的我的理解是啊 就是我如果加的话 嗯 黑旗会有特别多种选择 比如往这边加 嗯 这边有很多个点可以选 然后也可以跳也可以飞 然后也可以反加 这些下法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尖或者飞或者尖顶的话 它就基本上来讲 只能飞对它就拆一个 嗯 这样的话给对手留的选择少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就是自己的空间会大一些 哦 如果加的话就是黑旗还可以暂时拖鲜 然后根据别的局部的话 就是再来选择这个旗将来要怎么处理 嗯 哦就是说 其实现在呢 并不是说这个加工不好 是加工之后 就是给黑旗的选择空间变多了 对 自己倒不好掌握了 如果是就是这种 基本上都是在白旗的掌控中 对 是吧 这样的话 比如说尖一个黑旗 大概也就是将来只能从这个方向来 嗯 从这个方向走的会比较少 所以这样的话 在别的地方就是选择的时候 就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哦 那原来就是AI更喜欢的 就是说自己掌握这个之后的一些发展 对 那再挂脚 把一些手 对 现在挂脚不是好多都不跟着用了 但这个方向应该就是 如果黑旗双飞燕过来的话 也是照顾到这个子了 这样的话 这个局面哈 手脚还是比较多的 但如果是腥味的话 好像挂脚 直接拖鲜的会比较多 对 如果这边没有黑旗的话 哦 现在有一个黑 这边一旦是有黑旗的话 就是白旗往这边守的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也是因为这边有黑旗 所以说他不选择了惯用的点三三了 是吗 这个点三三也有很多 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 哦 黑旗大套守了个脚 白旗挂进来 黑旗手 对 还是小飞的 也没有选择加工 这时候白旗选了这个拆 这个拆在我们以前是非常 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但AI出来之后 好像这个拆就很少见了 那就是拖连班吗 对 拖了连班 基本 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感觉 以前不是还有拆这种吗 对 拆这个和拆这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担心 担心黑旗逼这个的时候 在这边逼入的时候 可能会拆远一点 因为这将来可以点脚 这个子不是那么重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拆的余地 所以拆这个和拆这个 意思上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哦 打了冲下来 对 冲下来的我怎么看特别少呢 基本上好像这个定时代压符 都是沾上然后立下来 就如果沾上的话 这样感觉就是白旗贴起来 或者是拆一个的话 就是黑旗这个选择 跟前面的这个选择有点不连贯 会觉得就是黑旗 如果这么下的话 是想冲下来 走在大模样这边 我感觉感觉是一个这样 但是冲下来的这个定时 是不是在AI的旗谱里面 很少出现 也有一些吧 就根据场合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外 就是外面的配合 直接的话 单单论局部来说 冲下来白旗应该是不怕 这样黑旗拐白旗吃 对 黑旗闯 你就再吃一个 这样的话 白旗应该是要马上粘出来 就马上就跳出来 对 粘出来的时候 现在也有很多是黑旗尖一个 又不贴了 贴的话白旗跳的话 黑旗也没有特别好的手段 然后尖一个 反而白旗就是不能往这跳了 往那跳的话 黑旗可以冲断了 这样的话白旗应该是不行的 然后白旗大概是这样跳出来 然后这样形成一个战斗 然后黑旗这个方向来说 跟这个前面比较连贯 如果是前面那个定型的话 黑旗把旗子走在上面 跟这个感觉就是不是很好的配合 对 实际上白旗没有选择往里面拖 选择了拆一个 那我拆一个 你要再逼住 我再拖了连半 不是也行吗 如果先拆黑旗逼住的话 白旗再拖了连半 就黑旗可以 可能会选择虎或者 既然好了 现在比较少见 对 或者就黑旗最简单打这个吧 那这两个为什么亏了呢 比如说走成这样 我就拖一个 对 这两个字感觉上 白旗还是要亏那么一点 因为黑旗感觉上 就白旗这个字没有走到 就多少实际的东西 然后以后被上面压还比较难受 这样如果白旗搬的话 黑旗跟着搬 白旗还不能虎上 那对 你看它下面不是打粒吗 如果只能粘上 或者只能这么退的话 这样看的话 这两个字明 看就是白旗要亏了 所以先走的话 走完这个之后 白旗基本就不会选择这个拖了 就是说这边 如果只要是有了交换 这个拖了连班就不会了 那还不如飞一个呢 是吧 对 就是只要有了个子之后 这个旗位置就是有点 有一点点怪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拖了连班啊 你也得看这个周围的场合 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么下 对 实际白旗没有选择脱 我觉得应该就是怕黑旗冲下来 怕黑旗冲下来这个图 然后因为这个战斗 就是有点 还是有点没把握的 黑旗这边一旦走过来的话 这边实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 实际上拆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点 刚才是说这个拆就是比较少见 嗯 我觉得就是 白旗要补的话 就是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补 好像只能再拆 对 再拆 但这个这一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黑旗逼住的 然后白旗一旦要补的时候 白旗我们以前写的是跳起来 就我们觉得以前觉得这个形状还挺开心的 但是呢 现在看这个子位置还是稍微差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子一定是在低的要好一些 对 这样不漏风嘛 所以现在AI出来的时候 旗就越来越紧凑一些了 像这种拆 我觉得包括迷你中国流这种拆 嗯 中国流这种拆都是比较少见的 对 基本上就是小配手 然后什么尖冲之类的 这种景旗下的比较多 这个才相对来说有一些松 哦 就是好像你这么一说呢 我们之前啊 好像在战斗之前 总愿意先把自己的姿势造型先摆好了 对吧 就跟武术打架的时候 这个打架之前 你总得先摆个招式吧 但是这个呢 现在呢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招式 直接呢 就挨着 有点贴身肉搏的这种感觉 对 那就拆个二 然后摆起是一种 这个 这个哪个大呀 这不是也挺大呢 我下早还会选这个 但这个相对来说积极一些 对 哦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旗应该是 马上会拖这个 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就这么打了力 然后你贴起来 哎 是力吗 还是拐啊 白旗可能会选择虎这个 我觉得 虎这个 虎这个 我觉得这很 其实我始终都觉得这手机挺奇怪的 虎一个人就虎一个你 白旗我尝一个 其实其实以前我们有沾这个 对 就沾一个最简单的下法 对啊 那现在来说沾这个比较少 因为沾完之后 这块旗其实没有那么的厚 然后如果再补一个的话呢 就有点 不肯 有点不肯 慢 对 那虎和粘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虎一个完了之后尝起来 这个其实眼温要比粘来就好 但是你要如果跟这个比的话 我本身我是可以力到这儿 这力和虎那个好 这个时候应该还是选择力吧 对啊 那如果是力本身就比虎好的话 你看你现在是虎的 你这下有可能以后你还打不着了呢 对 但是少了这一打的话 对 你就是没撞气 但是你以后打 我还不一定粘呢 以后 对 这下打是很 就是很难打着的 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打的时候 这块旗其实还是有一些薄的 我们比如说走成这样 白旗这个头是稍微欠一点的 有点软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相对来说 这块旗白旗还是 没什么明显的缺陷的 就你基本上 你就不用再拆二吧 对 因为这脚里有虎眼味很明显 然后这个头也比较流畅 但其实这两个图 大同小异吧 对 那现在就是长一个黑旗还贴吗 不一定贴 但是如果积极一点的话 黑旗可能要进来 我就能碰进来 但贴起来也非常大 这条鞋 它那种白旗的好处就是 自己做人 自己更加安全一些 对 厚了 实战白旗 逼得这个 对 黑旗也依然选择的是拖 对 其实好像白旗走哪 黑旗倒脱平 白旗奔 除非你坚顶了加过来 但坚顶了加本身稍微 就是这边黑的油脂稍微过分一点 而且它这个是第一位是吧 其实 是不是也不一定能 然后我就加这个 加这个 嗯 黑旗大概就这么跳起来 然后白旗 这个低位的话脚里稍微味道有点差 再走吗 还是走这边 不走的话就是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脚里就最简单 最简单能靠这个 对 对 你这一点就有起了 白旗有点就扛不住了 那我就煎一个算了 我补一个 煎一个 然后黑旗可能就走这个吧 这样这个籽感觉有点单薄还是 本来这个白旗是想加工很小 现在感觉有点打入了 但我得了个脚 是 但这样 白旗未必有把握 因为这个籽还是有点弱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一起脱脚 这个又走成了一个定势 对 打持 粘上 拐回来 这个时候就不要压这个 因为这边有子呢 对吧 对一个是压完之后 这个子会变弱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方向 白旗其实再往上走的话 并不会有什么价值 因为被这个字已经限制住 比如说这边要是白旗的话 那白旗还是有可能拐着 就拐着压过来 继续发展这边 但这个是黑旗的话 白旗绝对不会想再往这边走 先来白旗立 然后黑旗 这个时候就别再贴了 再贴被人点一下 这个再过来 白旗的形状很好 黑旗的眼位就不好 对主要还是这个方向 就是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然后这边的话 拆一也间接的威胁了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去拆二 如果拆二的话就是 这以后可能还有 就首先你头也是软的 这个头软了很多 然后白旗比如说上面点一下 这是非常难受的 黑旗如果爬过的话 这再被拐一下 走成这样的话 这个头就是控制力就差很多 然后如果拆一的话 白旗将来要拐 你就糊起来 黑旗可以糊起来 最多这以后能不能点一下 我倒不知道 点黑旗应该没什么办法 就只有转 但这样就有个冲跟刚才那个 差挺多的 现在这个局部定型的 就是这拆一比较常见 而且这个拆二 多拆一路的话 就其实目数上 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自身变得薄一些了 然后白旗扣掉 这个也是逼过来的后续手段 对 这也是一个比较套路 一个组合拳 黑旗这个时候 可以选择搬里面和搬外面 如果搬里面的话 白旗是要连搬下来战斗 这样黑旗端打 然后长 还粘上 爬回来 白旗可能会选择力 也有可能爬 爬的话 黑旗长 白旗粘上 这边得飞出来了吧 飞出来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强手 我觉得这个黑旗还行 你这白旗 这两块都得处理 这样白旗就跳 这个图感觉像 黑旗想下一些强手 这样直接 直接威胁白旗这两个字 就不让它这么简单连回去 你脚上会不会有风险 这样我加下来 白旗粒的话 是不是直接被我堵死了 这样如果拐 断 断 这样就算长一个 白旗好像有点危险这样 我压的话我就收起就行 这样的话白旗 这还有这张吗 对应该白旗是不敢往下拐的 那就只能是往上走 对白旗应该是往这边拐 这样有点复杂 黑旗爬过 黑旗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不让白旗直接连上 这样白旗拐 黑旗要继续连满 其实这么下的话 双方风险都挺大 然后白旗可能 也有可能选择立这个 白旗其实也就走成这样 黑旗往外跑 这样应该也差不多 然后黑旗实在是选择的搬外头 这搬外头风险来说相对于小一些 不会被白旗给分断 白旗粒 然后它再搬了虎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定性 打上去 白旗拐一个 这是准备做截了吗 对拐这个是想造这个 就是想开这个截 直接开 但其实直接开的话 它还是担心那个拐不是截 但其实这个拐是不是也挺大的 它先提了再说 相信黑是想提了白旗 而且我是活旗啊 我就粘上嘛 对白旗我可能粘上 那是夹嘛 这样 如果 就这样白旗应该吃不掉黑旗这块 虽然能封上 但是黑旗 这样能跑掉 感觉上这边损失可能还是有一些大 是 这样 白旗应该是没有那么满意 然后实际上白旗先管 不早解 嗯 就让下一手截比较严厉一些 确保下一手截是截财 对 然后黑旗糊起来 白旗再开这个截 嗯 这样黑旗提截 白旗用了这个点的截财 点也本身也是一个适应手 其实是很愉快的 肯定是截 这个点我们往常的反应应该就是第一感 要不粘要不挡 挡上吧 如果挡的话 嗯 你就上面扳一下 脑袋扳一下是很难受的 对 就我们这个旗 这个又有点麻了 这个不知道是团在这还是站在这 可能还是站在这 站在这吧 站在这好一点 你团在这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眼型都不好 对 而且团在这的话 这个旗将来这个气有点紧 以后被压了 就断打一下 这一扳 这旗马上就紧 是 这样的话 其实就粘在这 那这么比的话 其实就是看这两个交换 白旗这个扳 和黑旗这个拐的交换 如果黑旗觉得赚了的话 那黑旗就挡这个 如果黑旗觉得不赚 黑旗就会选择粘这个 但粘这个 你一会儿被人家拆一个 能得 这样我黑旗接在这 就是 其实这个判断很困难 就是很难 很难判断出来 这个挡好还是粘好 嗯 但这个时候就是 有点意外的就是 黑旗除了这两种选择 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 走哪 就是黑旗现在可以拆这个 但这个点就比较难想到 这也是AI推荐的一个点 你拆这个 你这个是死的 如果白旗打的话 这里面是 不是 就是卖一气的 然后 白旗打这个 黑旗粘上 滚 滚的话 滚你粘这个 哦 你粘这个 这样 对 其实粘这个也行 对 但白旗肯定不能那么大 白旗 白旗现在可以打这个 时候这么断出来 但这个旗是这么下来 虽然可以把黑旗这个字 给割下来 这个 但是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 这肯定不能嫌疑 这个 如果这么下的话 这个并不是一个转换 就这个字其实并没有什么目属 然后这边黑旗 这肯定不可能 这肯定不可能 对 这个我觉得业余三段水平以上的旗 都不会选择这个转换 但是就是 旗有可能下成这样的话 就是觉得局部没有招了 就这么打出来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就有 我觉得 黑旗有没有好奇 点一个的话 就是黑旗冲下来 应该是冲下来 白旗感觉 这两个交换 还是亏了一些 就本身黑旗直接挡着 嗯 黑旗有了这两个交换 黑旗应该是转的 就转了是吧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 黑旗如果看到这个拆一的话 这个白旗局部是没这么好照的 这个点有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问题手 但这手其实确实就是 很难去想到 但是我如果当劫财的话 那你那个节一辈子也打不赢我了 我这么多劫财 因为只要白旗有一个节 黑旗就不会跟白旗的 将这个节打下去了 你就会粘上啊 黑旗可以退回去 对 你粘上的话 我有没有可能利用我 这边有那么多劫财 对白旗要断上 对啊 但这个节就是白旗要想打赢的话 需要的节它还是太多了 而且这边 这边其实不损的话 这个节它并没有太多 那我就 那我就这么打吃拐 然后打 然后跟你的这个 打完一下之后 接下来走 我觉得这个节就是有点损 损一点 就看那边到底下成怎么样 这边就算黑旗打吃 就是 其他来就算我这个还没打呢 我可以先提节吗 白旗打一下 一断的时候我可以提一下节 不 我点了 是 我点完之后 我跳嘛 白旗提回来 我粘回来 白旗断 断你提个节 我现在可以提个节 所以它打了一下 然后白旗提回来 黑旗就这么打 反正节它不利的话 黑旗就算爬过来 就白旗这个地方 并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严厉的招 而这个地方的话 白旗要先死了的话 黑旗是客栈的 咦 那我找这个节算了 我找这个节 然后现在该拟一下 对 这样有可能黑旗要敞略 这个有可能 其实才就不够了 是吧 对 但其实就算黑旗打 这其实这两下 黑旗还是赚到不少 但这个拆一确实 有一点是盲点的感觉 很难往这下 一般就是A和B 对 就很难想到这个C 实在呢是 它就挡上了 然后它又提节 白旗提节 黑旗 哇 这样回来 它这个还是断上去了 对 但其实可能不该下 不该断还是 这节才够吗 但它可能本身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这个局部找不到 合适的下法 然后它其实可以考虑 放在这 就不下了 或者说它断一下之后 放在这 假设先放一放 就你放一放 你走哪 但人家肯定走啊 就 就这边碰 是有一点想下的 先看一下黑旗怎么硬 它搬你就断完了 跟它开节是吗 本身 本身局部碰这个 也是一个就是常用的下法 就是这么断 但这样一旦乱了的话 这边是有可能打节的 就白旗先断一下吧 就这立下来还是挺 就是一个炸弹的放在这 对黑旗压力还是挺大的 然后本身局部 白旗也不太损 然后如果黑旗搬这个的话 白旗也是可以选择联搬的 这样黑旗如果断打的话 就白旗把这个子吃掉 黑旗本身应该是很亏的 对呀 所以黑旗如果搬底下的话 被搬基本就只能回去了 填上 那也没地方可以下了 对 所以黑旗一般不会选择 还是搬这个 对 那搬这个你断 然后它就长一个是吧 对这样白旗就推回来 这个底 这个倒是打一个 这是打了吗 是应该是局部应该是这么下的 那就是不知道 就这样 不这样应该就加住吧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 我就想这样不是也把你穿的也够秧 但是这个那个 这个下法 我觉得这个你也挺难受的 然后我就 这好像只能吃 这个下法就是黑旗这个鞋压力挺大的 将来这个被监住的话 黑旗还得粘回来 这外面白旗还是有收获的 这样 黑旗应该不会选择这么出来 而且这个地方随时抱着这个炸弹 因为这个节 黑旗应该是输不太起的 所以黑旗如果 这边选择贴身的战斗的话 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想着这个 不是也不失为一种吊子吗 但是确实这三个有点损 就觉得这个步调要不要借一个 对 但我感觉这样白旗应该是要占点便宜的 那本身这个地方是加的是吗 对本身那个地方有加 但是不知道 加你就吃一个 现在我是应该可以把这个当节彩了 就是我现在立下来 然后就打吃出来 但这个需要很大的计算 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怎么下 但是黑旗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 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等于是随时白旗有一把飞刀的 这个 然后如果黑旗长的话 白旗可能就顺着贴了 对 我觉得长一个好像就被白旗舔一个似的 对 这也是一种选择 然后或者是点脚 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 想在这边把局面给搅乱 然后制造出一些节彩 因为这个地方就算黑旗补过来的话 白旗并没有那么担心 但是点脚的话 我觉得人家就冲一下 之后就脱先的本身不也有吗 对 然后我就补一个算了 对 这个气主要是黑旗补在那 补在这并没有补住 将来还是有力的 这个气 对 气刚好是 如果是这个气 白旗没有这个节奏 那是不是 我补到这补住了吧 没有 只能打吃才能补住 只能打吃吗 只能这么吃 但黑旗肯定是不会这么补 我补一个已经补住 你立我挡上就好了 这样 不不 算错气了 我还以为我还是有三气 对 这样 黑旗肯定是 那只能下来这 黑旗肯定是不会这么打了 然后黑旗要消这个节的话 只能提 那提完之后再花一手提呢 或者是这么吃 白旗并没有那么担心 比如说白旗在这走一手 在这走一手 那这样的话 黑旗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局部太慢了 所以放着的话 就是白旗并不太担心 黑旗来消这个节 而实战呢 那这个旗好像就是 好奇怪啊 就是轮白旗下 白旗也没什么好下的 对 但是轮黑旗下 黑旗花两手旗 然后让白旗如果外边 走两个很大的 你也不行 对 因为这个旗 白旗等于实战那个利益呢 就是一个开节的手段 但这开节付出的代价 就是一旦打完节 被黑旗消了的话 比如说被黑旗这么消节了 那这手旗的价值 变得非常的小 所以开节是付出一定代价了 其实 那我觉得啊 那这个之后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就是黑旗不走 但是呢 黑旗在别的地方呢 一定要下的挺厚的 就给白旗没有节裁 只要这样是不是就行 对 好 刚才这个旗白旗断的时候 黑旗先提了一下节 然后白旗把这个斑了 又找到一个节 然后黑旗粘上 这样白旗提回来 黑旗长 这样的意思是 白旗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节材了 实在能选的是白旗立 黑旗提 然后白旗拖这个脚找进 然后它就不敢硬 对 这样越硬的话 节材会越来越多 而且硬一下的话 一旦挡回来 这个旗这两下 已经是被白旗撞到很多了 所以白旗还有可能打上来 就是 对 所以这个节 黑旗是无法硬了 黑旗实在选择的是 把这个旗给削掉了 但把这个旗一削掉的话 其实白旗上面的便宜 也就还好 对 等于说你刚才走了一个 又逼到这 然后等于它这多了一个 对 这手写的价值太小 实在是白旗斑 黑旗削在这的话 应该比提要好一点点 把这两个旗径齿同 更厚一些 因为这两个子本身 气还是有点紧的 如果提在这的话 将来这边过来的话 这样更紧凑一些 其实这个时候 简单判断一下的话 黑旗是占到便宜了 对 因为这个右下角 白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加这个子是九个子 被提了一个子 而黑旗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这个局部等于是 黑旗一手旗走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 然后这个角呢 其实黑旗唯一亏的 就是这么靠了一下 这个靠本身损失非常有限 应该是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角 转化白旗应该是亏损了 对 以前我们不是也经常有这样定型的吗 什么点啊 点啊 然后再 先点一个 再拖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不是也顶到了 对 其实这个旗 好像也还好 白旗搬在这 跟长在这 其实差不太多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三三 然后挂了一下 那你就点一下就够不退了 对这样黑旗只是点了一下而已 然后白旗实在是搬的这个 然后黑旗也就退了一下 白旗就沾上 白旗等于这个拐交换了一下 稍微转一点点吧 但是 然后它再拆个二 对黑旗这边应该是 明显要比一个空脚要好很多的 然后它把那两个子拆回去 这两个是键盒 这个太大 白旗B入 这个B也是怕黑旗走过来之后 自己对话旗面临一些压力 黑旗打去 这时候如果再让黑旗这么走一手的话 下面有点大了 所以白旗果断出来了 确实这个木树肯定要先追求平衡 不然这一走50木差不多了吧 可能都不止50木了 但这个时候黑旗这个打池 是瞄着白旗这个打入的 那它还不如这个就 如果不下的话 如果不下的话 黑旗肯定不会打这个了 如果没有那个打入 黑旗就不会选择打这个 对如果能把旗换一下就好了 走这个它打池 我就拆个二就别拆三了 对但是走到这个之后 这个旗白旗 你走这个我就长嘛 白旗应该不会成这长 因为如果长的话 长的话你贴多了就给震进去 这两个子就变得危险了 所以白旗还是也是不会往这下 而黑旗呢 可能把它逼住之后 就是逼迫白旗往外长 然后就顺着攻白旗这两个旗 是所以说啊 这个次序啊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先拆二的话 人家肯定就不打吃了 人家可能就在这边围了 或者怎么 这样会 看怎么围一个 这样 那这样的话 这手旗就显然有一些松了 对 什么白旗逼住 但是这逼住啊 它这一打吃 你不走的话呢 它还瞄准你这个打入 对 但这时候白旗肯定是不能再补一个了 再补一个的话 就算最好的补在这儿 效率也是偏低的 因为木树上并没有增加什么木树 要走的话也得走这儿吧 对 但监点完之后嘛 监点完之后 我给攻你啊 但攻 白旗这手旗虽然能攻到黑旗啊 黑旗可能被迫跑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同时留下了隐患 就将来这个地方靠断是非常严厉 甚至黑旗直接打进来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 那走还不是不走呢 那我走这儿吧 让你在这儿走 黑旗应该不会 就是不会让白旗那么舒服的 对 我就想你走这个我走这个 然后你再搬 我就可以走别的 对 因为我这样的话 我会选择搬这个 白旗搬黑旗长 这样的话 你愿意补的话 我就不陪你玩了 白旗这两下也不一定就便宜 对 反正就是走来走去 你都不可能先手跳到这个而已 对 这个 这时候白旗这手旗 它总是有一定价值的 把这跑出来 以后这将来还可以尝出来 就以后还可以尝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子其实目数还是非常大的 嗯 黑旗也是打入 黑旗希望这个地方的战斗呢 让自己编后一些 然后去更好的攻击这两个子 这 好像白旗有没有更易 这尖一个 我怎么感觉它也 放不住 黑旗 但这个时候就是白旗 不能让这两块旗给分开的 一旦要分开的话 等于这个时候 白旗要照顾这两个 然后要照顾这块旗 同时还要惦记着这块旗 就白旗的 就是三块旗同时要处理 压力就过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白旗可能想尽可能的 像这两块旗就是连起来 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尖 强行去吃这个则 这肯定是吃不着人家才打入的呀 对 但这样的话 黑旗就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实战的尖 要不就贴 贴的话 其实 就拖一下 你这个 先拖的话 就是还是撞到上面 有点伤可能 断 对 黑旗 打一下 是不是 立这个 直接立 这样 看白旗怎么走 这样这边有 脱过 然后这边 有打了打 那我就先吃你一下 吃我我肯定是要尝的 然后我再贴一个 这样我真最有力 我可以直接脱过了 一旦这个头被我搬住的话 就是这块旗还没有完全火 嗯 那就它也美好旗下了呀 对 这个战斗的话 白旗其实是 还是有点担心的 不对啊 这样的话 打掉这下 其实直接走也有可能 因为黑旗并不是说 非得把这三个子跑出来 黑旗其实只要在外面 情形一个转换 把自己走后一点 这两个子白旗就变得 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地方白旗 就是不敢轻易的去发力 嗯 实战呢 黑旗选择了尖这个 尖这个如果能把它连回来的话 也是就是把白旗分开了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 实际上白旗粘这个 对 白旗先粘一下 你好像白旗也有抢手 是吗 白旗要直接靠吗 对啊 直接靠的话 黑旗冲 白旗压的话 这个下法一旦不成功的话 这压力太大 黑旗吃 这样白旗吃这个 这前辈打一下 暂时 哦这个比气 这黑旗还能拖一下 对我看这白旗这气也挺短的 对白旗气太少 而且这里面就算是 是个打结什么的的话 白旗肯定也是不行的 嗯 白旗压这个 因为本身就是白旗的地方 正常白旗打印那个结 得到的也很有限 对 还可能是气都被收紧 对 这压的话 就是白旗的风险更大一些 实弹白旗选择了 像这个 这样这个断和这个靠 是成间合了 这个时候黑旗 似乎应该是压住的 就压住的话 不怕你断 将这两个连起来 但他确实担心这个断 断你就压它一下 断这个 主要是这个地方 不能忍受 被白旗打这一下 打一下就打一下 忍了算了 打完之后 这确实是挺难受的 就但其实打完之后 白旗这块旗 并不是很好作户 哦 你就让它 就如果白旗这么顶的话 黑旗加这个 对 加一退 如果退的话 就黑旗肩 就是白旗也不是很好作户的 那这么说来 其实忍一下之后 接下来就是 白旗比较尴尬的说来 但白旗可能也要 也要战斗吧 还是 白旗可能要这么顶 先过来一下 这样白旗里面气可能很长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打这个挤 但这样有点搞不清楚 但他肯定是担心那个端 一般来说是不愿意忍受 就被这么打一下 实战的话 就是直接把这个补住了 对 而且他这个 好像是不是他直接压过来 有可能白旗只敢自己去做活 对 有可能 就是白旗可能一下就怂了 对啊 贴一个或者是 有可能对啊 他只能这么虎了 粘上自己去做活 对这样的话 黑旗就太满意了 黑旗这两个肯定是赚到了 对 实战黑旗是直接虎了这个 嗯 那这里我觉得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乌算 就是没想到白旗这个靠完之后 他又走不太动了 本来他觉得可能觉得这个 白旗就算能吃 他这俩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刚才 哦 他现在他就是 对白旗现在就可以走这点了 对他可以退了 因为他几十先手已经连不上了 跟刚才不一样 这个字白旗可以让黑旗跑掉 对 只要他把这个断死就行 只要把这个旗筋给留下 白旗就无所谓 对 就这样白旗靠 黑旗选择了正这个 嗯 纤维写白旗这两个走 白旗刺一下 适应手 然后他现在冲一下 对 然后人家就退一个 对 黑旗压住 咦 这白旗为什么还要走 这走在干啥 白旗可能是 可能是担心搬出来 一方面是这个地方 他本身要走的话 他也就不是特别的好走 就肩一肩跳一跳不就出去了吗 但是这个就是如果这么简单出来的话 可能被黑旗顺着走的话 还有点 这两边有点顾不上 可是你要如果不走的话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个 就是他走完这个刺 这个旗他补这个的时候 不单是把这个补强 同时这个地方多了个断点 一断他就走 这边多了个子的话 也相对相对应的照顾了这些 这黑旗走一个吃不死你吗 这就特别复杂了 我当时看了特别久 也看不出什么好的下法 就这个地方就是双方风险都非常大 我这块黑旗不是一个铁活的旗吗 对 因为白旗这个尝试牵手 只要我防住了你肩跳出去 不一封 这样的话黑旗得踢 然后这边白旗还有牵手 这样 这能活吗 拱一拱的话就是这样跳一个 这样想杀也是挺困难的 杀也没那么好杀 活也没那么好活 对我这个觉得 实际上就是飞的这个 只要不让你出头 给我的感觉就是白旗不好活 里面空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就是这样 因为一般职业其实就是 还是挺怕猫这个险的 特别世界比赛 万一没吃掉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白旗这个 这一块叫应该是20目强一点 22目左右 然后这边大概白旗有接近30目 就白旗有50目 如果这边再钻一点目的话 可能就接近60了 而黑旗除了这一块的话 黑旗可能基本上看不到目了 对所以那你这块你也没退路啊 你必须得吃它才能跟它全聚 黑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如果一旦吃不掉的话 所以白旗可能也就想拼一下 然后里面万一有 万一死了 有一些味道的话 也是可占的 那这个旗本身 黑旗搬出来的话 可能白旗 也是面临一定的压力 就是白旗要走 黑旗拖完之后 是不是搬毡有先手 它肯定得尝嘛 它肯定得尝 这样黑旗拖这个 但黑旗挤这个是可以活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活了平不平 扒了粒做活 对这样扒了粒是可以活 但是你这边已经伤成这样了 这样 然后你再次 现在你这个籽已经跑不出来了 这样黑旗应该并不平 对啊 那它补这个可能主要还是为了 就是这边多了个籽 然后直接想 就是让黑旗吃不掉 一举拿下黑旗 这手是挺狠的 黑旗飞 让我们看看 对啊 我觉得这块白旗也挺危险 白旗靠 然后它是靠一个 它靠这个其实还就是不敢杀了 它正常要杀的话 应该是要推到这 它是不是想在这边 如果你再应几个 我就先手了 对 但这个时候黑旗靠这个白旗 是不会再应 就黑旗如果退的话 白旗 这应该是把这个先手要走掉 嗯 然后把这个先手走掉 这样吧 黑旗 活了 这就活了吗 真想杀挺累的 还是 没有 没有那么足的把握吧 可能 因为这个旗一旦活了的话 就结束了 可能 因为黑旗这个角 十几目旗 加在这 25目 黑旗没什么目的就 白旗刚才数一下 都快60目了 这个地方潜力 肯定是就是成不了太多目 所以这一旦活了的话就结束了 而实战黑旗 靠这个也是想希望通过把白旗这边吃掉 然后居然局势更均衡一些 嗯 你这个局不是下哪的 搬了爬下去的吗 还是 搬了白旗应该叫家族 不来断它 那我吃这个好像也挺大的 对 但是就是相比来说 还是活这个 这块如果控全被破了的话 黑旗还是挺痛苦的 这个本身 这块鞋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再敢退的话 我是不是就直接 就是这个口就不用封了 对对对 那肯定就直接给杀了 嗯 实战白旗 白旗 这个地方白旗还能先提一下 不感应 对白旗先提一下 这个是好奇 提黑旗打车 这样白旗再退回来 黑旗只能提 就你不能提到这 对 你只能这样 如果黑旗刚才推这个 就白旗这个先手 这样还是看得像活系 实战黑旗要在这 嗯 然后他也是 这个要加一些 白旗把这走的 然后也拆一 走完之后再尝了这个 然后拆一 这样局部应该 基本成了一个活的 活的活旗的形状 那现在这个木树呢 黑旗点了一下 现在这个木树 黑旗应该是很吃紧的 因为黑旗把这个 一旦把这个吃掉之后 相当于是 从白旗走这个开始 嗯 白旗把下面黑旗的潜力 全部破掉了 这还有说话 对 然后在这走了一手 而黑旗只是走了 这一手 相当于是白旗走了一手 走了两手 而且这个还走得很好 而黑旗只走了这一手 这样的话 整个局面来看的话 黑旗应该是亏了 哦 那这个黑旗得要加把劲儿 白旗倒 然后它再靠下来 对白旗冲 这时候白旗应该是不敢冲这个 如果冲的话 黑旗粘上 白旗粘上 这样黑旗就直接冲着抢手 冲完之后 断了它 这样白旗可以 它只能紧气 白旗可以收起吃掉它 但是黑旗断打完之后 哦 这里没活呀是吗 对 整个没有活 这样子 黑旗就提掉 里面等于是一个直三 做成这样之后 黑旗把这个退回来 这样白旗就出不去的 嗯 所以白旗一旦要冲的话 就中了黑旗的陷阱 这样被黑旗全部吃掉了 对 吃四个竟然没有活 哇 这个眼还被掐了到了 所以它只能冲 只能冲这个 黑旗退回来 哦 然后它再一走 对 白旗坚硬 这样白旗我这个挤的先手 基本成火旗了 然后这上面有一些眼味 黑旗吃这个 白旗如果断的话被黑旗爬进来 嗯 这个木树会有一些损失 所以白旗要直接选择夹住 那黑旗也是另一个 反正 这个转换的话 我这边去了二十多木旗是吧 对 白旗断一下 黑旗拐 白旗打上 黑旗吃 上边拍吃一下 但是现在的这个局势是黑旗的 木树比较吃紧一些 对 因为黑旗这个吃的太干了 整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四十五十十一八十一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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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十三木只有 三十三木加上这一二十四五六七 这个脚这个基本就一个贴木 嗯 这两块就算十木起 黑旗四十三亩 刚才白旗这个脚 有22亩 然后这边 加上这边也接近40了 然后这还有一些亩 黑漆应该是局面不太好 黑漆这两块就是 只是一个拆而已 并没有说完全的就是活掉 完全活干净 这个地方还被白漆仙动手 白漆还要搜刮你 对白漆仙尖顶完之后 立下来 其实手有点 有点想搬一下 想搬个先手把这个拆了 这个不危险吗 原来这边黑漆还是挺厚的 就白漆想吃这个黑漆 这个地方要怎么光 这还有一些先手 黑漆这个地方 对呀这个地方 我看从上面走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你上面 你这都摆成这样了 所以我要走的话 我大概也就从下面走了 还能吃两木树就完了 但白漆不敢轻易这个 因为黑漆挡下之后就有拖 白漆不是很敢走 那我只能点这边 不敢 不太敢往里面点 主要是这个点 就是自己压力有点大 这边黑漆就在顶一下 把它粘出来 那走上面也没意思 走下面也没意思 又不敢走 白漆将来也就简单打拔一个 我就走一走 简单定个心算了 就这样 对差不多吧 好像看着挺不狠的 就主要看这首棋抢的 黑漆觉得这首棋 有没有那么大 然后实在是黑漆选择了这个力 然后他走了一个 这样就被白漆感觉下得很顺 黑漆要敢抢的话 就让白漆还挺头疼的 不知道怎么攻这两颗 还是想抢一下 我觉得 这样白漆逼住之后 它跳进来 黑漆 白漆就简单糊一个 黑漆剪 这得挡吧 对 再挡 再剪 这盘漆看起来好像 像是一盘比较漫长的 就是收关了后面 对 没不太像有什么战斗了 我刚才看大家的这个架势已经摆好了 对 但这个棋感觉像 我下的话肯定就老老实实挡上了 但实在他没有挡过 就我我挡的原因是因为我担心这个地方挡路会比较乱 他实在他是跳的这个 他跳这个呢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这个断 可能担心这边断出来之后 这边 这边是不是还没有彻底活感 就如果一旦这边有一排子的话 黑漆可能点进来还要杀一杀 他这个一方面威胁了黑漆这个 然后一方面就是把自己补后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漆 因为黑漆形势并没有 并没有那么乐观 所以我觉得应该黑漆想办法进来 白漆拼一下 不担心自己上面的那些四个子要 也会被白漆弄吗 担心肯定是有一些担心的 但是现在形势感觉有一些就是形势所迫 我觉得得进来了 就如果正常那么走的话 黑漆实力还是有些不足的 黑漆点这个 对他点威胁 点这个不是有点送 对但是他不点的话他担心白漆几个 如果白漆挤到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白漆已经活了 加再点的话黑漆就粘这个 白漆就粘这个 对这个肯定不可能再点 如果多过的话 就是白漆做个眼球已经活了 感觉白漆可能还要活得外 先虎一下问一下 那你点到之后 就是让他以后要靠这个做活什么 对他点完之后 他以后是就是一旦这边有子的话 他是可以粘进来杀白漆的 就比如说这样挖一下 就他是有可能这么去杀白漆 这样 现在你怕什么 现在白漆展示 白漆有这个挤的线手 就是有这个长 长这可以做也 对这有个眼 有个眼可以做出来 展示应该杀不了 他之所以跳也是担心这个 就这样的话 如果被黑漆断出来 这一旦杀出来的话 这个漆你长变成后手了 这块漆就会非常危险 实际上就先补了一手白漆 然后黑漆也是点了一下 留了一些味道 那这个漆呢 白漆挤一个反正也是先手 所以说他点也不亏吗 点的话就是亏损很有限嘛 然后他又自己 对 这倒挺稳健的 这手鞋可能稍微有点缓 我觉得 好像杨景欣的这个风格 是不是就是比较擅长于后半盘 然后他的旗好像挺扎实 挺厚实的是吧 对 但是这个局面 感觉是找不着什么好的发力点了 已经 白漆 白漆也是走得很稳定的一个 起立 跳 也就跳起了 咦 就是说他要 还是要打 对 就包括这个旗 我还是 我这样的话 我可能还是想挡住这个 因为我挡住这个 也给这边一些 有一点点压力 上面的话 对 你尝试先手 对 但可能不会点这一下 我想的话 这里边就没有骑的是吧 就这种点一点啊什么的 那我应该赶 就你在点的时候 我可能 我可能顶过来战斗 我应该赶 因为这一代我还有先手 这没事 这本身黑戏这块就危险 然后我这里面是 这个是先手 这个跳有先手 基本是活气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战斗黑戏 有一些危险 实战白漆走的 顶 顶了一跳 应该是很稳的 黑戏打入进来 就黑戏这个地方是 没办法 必须得发力 压住 稳稳的压住 黑戏唱 打开戏挡下来 这个地方还要挡下来 打开来也就是 让黑戏从这边过 然后就挡下来之后 这边毕竟还要点什么的 黑戏这边会薄一些 黑戏 黑戏没敢搬了这时候 就如果搬的话 这个戏 白戏冲是先手 这黑戏应该得要 这样的话 白戏这个长是先手 长我就补一个 然后白戏 还就得断死了 打不出来了是吧 感觉有点危险 哦 再冲 这气是不够的这么说来 这样的话 断的 诶 它打得冲 这不是蒸子给你蒸死了吗 这样白戏 白戏可以搬这个 黑戏还挺危险的 这这这这 对而且 没有我沾上就行了 你已经弄不住我 我可以不冲这一下 单场这个倒是 那我现在也可以 我这可以突围的 这样这样我冲 我打吃 白戏 就打一下 我压先手 压我就补这表 我就打一下 我压先手吗 不是 就我可以补这表 就如果刚才冲了这一下的话 这里面气白戏是有些紧的 但没冲这一下 白戏长的话 黑戏应该是刚好卖一戏 白戏有了这个长的 先手黑戏 是不敢轻易去搬这一下 嗯 实战上是黑戏就是没有搬 诶 等会你看我刚才我要不走 但是要糊在这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打吃打吃 然后挤住你 那我拖也过 就是我不可以不沾这一下 哦 拖是过的 等于我这几个字可以回来 对 但没啥用了 那个扫了这个回来就不行了 然后黑戏只能那么顶回去 这还是稍微有点痛苦的 嗯 白戏倒了 黑戏奔过 白戏冲一下 渡过 然后再粘上 这倒是把白戏的木路给破了一些 对 但本身底下木树并不是特别多 本身因为黑戏有了力之后 就有低路有大飞升腿 嗯 木树上并没有太多的收获 主要是白戏 可能还没有完全活 看以后有没有可能能刮白戏一下 以后 你要一招白戏的弱点 如果是白戏这个 如果是一到后续的话 黑戏这个打入应该是不便宜的 是的 然后将来还是得寻找 寻找白戏的弱点 嗯 因为这个 现在你就算是在城市也 你没啥用了呀 你这个你也不能攻击我哪儿 对 但是就是白戏走后了的话 黑戏木树上其实没走几个棋 可能 将来可能黑戏想攻白戏主要是 哦 咦 这个地方还要补一个吗 嗯 局部是没有棋的 这个这个地方本身是 本身白戏是没有棋的 那为什么要补呀 有可能是 就是 白戏这个是先手 这个冲是先手 冲完之后 对 这冲肯定是先手 就是白戏就团一个 团一个我就沾上 对 这样的话白戏 可以 就是如果非要想这个力的话 白戏可以拖 就是白戏可以摇到这个先手 有了这个先手之后 黑戏就这边补 但是白戏这个有点损了稍微 就是白戏最好是单粒这个 就没有单粒这个要黑戏挡 还没有这俩交换会好一点 你这个力先手 然后我就简简单来这么包一圈 这样黑戏 这样好像刀行 你捂完之后还有点 这样白戏打吃的话 黑戏是不会沾了的 但是整个白戏厚了 然后这边捂完还有点 整个黑戏 这块戏本身 点位也没有那么好 就算煎一个 在一间 黑戏整个没有眼 这手戏呢 相当于就是把自己 自己 除了这边以外 这边也打出一个眼 而且把白戏的眼破掉了 黑戏虽然本身没齐 但是应该是有非常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样的交法 确实有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下出来 看这期我已经先手联络了 我干嘛还要黑戏 我去补一个呢 对 还有一方面就是 他可能这个时候 除了在这以外 他并不知道该往哪下 没有头绪了 这边就全盘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有一点 哦 对 就反正这边 反正肯定他不肯加了 以后他总是想从上面走 对他可能想吃这个 然后看以后有没有断了 然后没有什么地方好下 唯一就是瞄了这个点 而这个点一旦下面白旗有眼的话 黑旗是供不到白旗 所以他直接等于蓄力了一手 对 将来以后看能不能供白旗 是 就等于说是呢 现在反正是不管怎么说吧 黑旗把白旗的这个空啊 给破坏掉了 对 然后呢我也想请大家就是再重新的判断一下形势 刚才呢说这个黑旗始终墓数不够嘛 就是不足 反正这个破了人家的墓自己也长了一些 之后呢 因为可以给黑旗判断判断判断 现在形势是不是追回来了 那咱们就是也休息一会儿 稍后呢给大家再揭晓这个答案啊 我们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农心杯第三局的讲解 由杨顶心对阵山下建武 刚刚呢还提下了这首 无奇自补 就为了把自己走后 刚才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空掏了之后自己长了几磨 是不是局势拉近了 对 现在应该还是白旗好下一些 因为这个脚的话 黑旗大概六七五十五十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二十二十八十三一三 大概就有个走 这个脚大概三十目多一点 然后这边有十目旗 四十目 然后这个脚接近十目的不到一点 五十目旗 然后这边算多贴木吧 然后白旗这个地方应该有五目旗 然后这边二十二目 二十七五 然后这边是有十五目强一些 可能四十二 然后也不一定也很接近了 但白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厚 然后黑旗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薄的 就包括有可能有点的手的 然后本身该白旗下 可能形式对白旗好像还是有利一些 不过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好像挺难收的 是不是就收这种边角关子就比较可靠 还是你要出击啊 如果不要进来的话 那肯定是边角就比较比较好 但这里面暂时 暂时如果那么点的话 应该是 就是这么挤锅的话 应该黑旗不怕 那下长不着有点难受 就是他就糊一个吧 因为走完之后可能白旗还变薄了 但这个地方就是黑旗 黑旗不会补还是 所以他总感觉要欠一点 至少白旗就是在上头可能会有先手 然后这个旗也是先手 就这个地方 隐隐隐约感觉白旗是有一些潜力的 应该说起局面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白旗稍微好下一点点 对不过这样的这个局面 也没有那么容易收 白旗尖了一个 尖也就是瞄着黑旗的形状 对啊 他这里有了这个尖一会儿还可以再尖 对有这个尖 比如说这个点或者拖 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让黑旗来防 对 然后黑旗呢 如果要硬的话 其实黑旗很难受的 比如说黑旗尖这个 这白旗我可能先问一下 挤这个 哦它都可以靠住了 对这样的话直接就靠断了 然后黑旗肯定也不好意思这么去快地硬 哇这个太难看了 上面再尖一下 然后就再顶一下 黑旗挺惨的 如果这样的走的话 总感觉就是被白旗要便宜了 嗯 实战呢 黑旗选择了反击 黑旗直接一进攻当防守 哇 这一手旗倒是挺强势 对 因为有了这个靠之后 他也间接地要把它顶住 然后把这个尖给防住 那白旗要如何走呢 白旗应该是这个旗啊 白旗是不能被黑旗搬过来的 如果被搬过来的话这样 把搬了一打 因为黑旗这一手已经把白旗底下的盐给灭了 嗯 这样的话整个这块旗就没眼了 虽然不会死 但是白旗从这跑回来的话 肯定是要花手术的 嗯 然后慢慢的黑旗中间可能会成一些潜力 那如果是不能被人家搬 你就只能自己搬了呗 好像也只有这一手旗了 没别的地儿下了 白旗除非就是这么顶的反击 顶它又挡了 这样 它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手段 对 你不能被人家搬了长吧 这个 因为这么搬断应该是不行的 搬可能还被 搬断感觉 因为黑旗本身是活旗 所以白旗把它断了 也没什么意义 自身还没有眼 然后顶的话 顶的话如果这样白旗搬的话 还断 黑旗是直接搬这个 这样白旗有点危险 白旗有可能就是 看能不能见这个 先也去威胁一下黑旗 你不是说不能被人家搬了打吗 就这样的话 能不能拼一下 人家咋吃啊 把它就冲下来 然后看看黑旗这边走 这个白旗也是有一定收获的 但这么下有风险 白旗有风险 对 现在白旗优势呀 对白旗实在就是跟着硬了一个 所以白旗想下的简单一点 顶 对黑旗顶 黑旗顶就直接要把这个就防住了 然后这个打吃 看白旗转不转的话 白旗如果要打吃的话 黑旗肯定是挖打 如果白旗要简简单单沾的话 看是沾哪 沾这个感觉有点远不了 但沾这个的话黑旗要连门 就黑旗要把这个头给挣过来 这样的话就这手旗白旗就显得有点落空了 嗯 这没旗了是吧 对 应该是没什么打死 打不了黑旗都坚硬了收关 实战呢 白旗没有站着 白旗啊 独秒了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这个 其实我们龙心杯呢 算是一个相对快一点的这个赛制啊 用时规则 每方一个小时保留一次一分钟的独秒 对 对于我们中韩骑手来讲呢 其实这样的骑我们也经常下 对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骑基本都是一个小时一次一分钟 哦 就我们是比较适应的 但是对日本骑手来说 日本骑手肯定不适应 对 有点吃亏了 嗯 日本现在毕竟还有好多比赛是两日子 对啊 所以说他们可能这个对于啊 每方一个小时的骑可能下的还是非常少的 对 早早的 反正就是这时候吧 最起码山下是进入独秒了 我估计杨锦欣应该没独秒 应该就是应该是双方都基本差不多独秒 但一个小时的骑确实对于中国骑手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慢骑比赛 就会至少不是快骑比赛 对 但对对日本骑手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测测地点的快骑比赛 对 已经很快了 白骑抽完之后 就面临必须再把这个团掉 不能被黑骑打了 但是好在这两分钟过去了 他也做出了选择 对 他选择了吃这个 但是也不一定是他主动去选择吃这个 他也有可能我们下棋的时候 就像这样 就觉得忍不了这个粘 对 觉得无法无法接受吧 这个鞋站本来我是要来供他的呀 怎么现在我自己送回去了 还被人搬了抢先手 对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种鞋的价值其实挺小的 还不如先下边呢 间二路都比这个好 对 所以他没办法 不知道打一个好还是不好 但是知道这个肯定是不好 所以就冲上去了 所以就冲上去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式啊 虽然不知道那个好不好 但是总总知道那个我是不能忍的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黑棋 排除无法 黑棋把这补了一个 所以这三个子价值就变小了 所以他也可能能接受 白棋提 黑棋也提了 然后白棋要度这个 对这个度 背身有一定的目数 他就是相当于补棋了对吧 本来你不是还有各种的 威胁他的手段吗 现在他就等于补棋了 但补的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以后这个棋 黑棋上面有走的话 他还是欠一点点 就是护弯 就打吃 你还是有一毡 所以这手棋可能没有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本身有这个挤的线手 你度完之后就不会用这个线手 因为黑棋扑的话 白棋大概是粘上 你一旦用这个线手 这个等于死了 所以那你的度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你这个线手先没了 然后度过本身 没有太多目数 度过就是防止你度过 度过就给黑棋度过 就是这样 因为白棋度过完之后 这铺这底下是掉着的 那就是这手棋 其实价值本身不大 因为本身度过 黑棋就算铺 白棋粘上 黑棋吃了 这样黑棋里面是1234567木棋 而黑棋度过完了呢 白棋吃了 12345678 黑棋多了一幕 如果这个算白棋提到的话呢 当然白棋不可能提到这一下 就是如果算白棋提到的话 属木的时候是可以算白棋提到的 然后白棋就是少了一幕 黑棋多了一幕 然后这地方还差一个子 最爱是个双鲜嘛 但是实际目数就是 不是白棋 白棋并不是鲜手 对 其实就差 就算黑棋铺了吃了的话 也就差两幕棋 而且白棋刚才吃在这的话 活得更干净一些 这手棋感觉有点小 那走在哪呢 这又不能在中间走 中间走也没什么 还不如把这个走回来呢 是吧 我点了扳过来也好呀 但如果这么过的话 就确实可能 他主要担心把自己给吓爆了 你都拔朵花了 但我现在白棋肯定要连吧 还是 那我就虎 退 这样你这个地方还有点 但是这个走完之后就是 可能可以点一个 白棋手有点难受 以后黑棋打完这个是选手 如果把白棋挤回去的话 感觉白棋这一串是不便宜的 那我就打了爬货怎么样 其实这个跟被黑棋走回去也差不太多可能 那不知道走哪了 就是本身这个交换可能 我这是反正涨了几步棋 因为本身它本身上面 上面有先手 比如说跳跳跳好像不定是先手 你要走了这个先手 一会儿这被人家搬章了 因为飞机搬章是权利嘛 对啊 就藏这个是先手 就它上面它可能想成更多的木树 这样来 这样等于是逆收 就把你这儿的和这个 这本身逆收也好 对但中间的潜力也会小一点 但这种时候也是往往我们下棋最难的时候 不知道要怎么收了 不知道该走哪 然后这个呢 它可能看得见的 一方面将自己加强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还是有个几目棋吧 但黑棋加了这个 它是不是觉得你这儿走一个 这儿也走一个 它就把那个加了算 对这个加 可能也不一定是算了 这之前加说不定白棋可能还要利 利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断呢 断是被直接 如果断的话就直接被打算 他还能打 这样的话是白棋可以这么 对 就不能断 对白棋可以这么打 是将黑棋包死了 然后黑棋 因为白棋已经又补了一手 所以这边没有那么担心 中间的白棋提了一个 也比较厚 然后白黑棋有可能刺这个 但这里白棋要虎的话 它这个冲过去 但白棋要挖断它 但这就非常复杂了 如果黑棋要断这个的时候 就黑棋这个棋会变得很紧 所以黑棋不一定是有把握的 嗯 至少前面啊黑棋没有吃这三个的时候 这个家 需要慎重一点 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架了 但如果能夹着的话 确实这个木树还挺 就是下的挺舒服的 对 实战夹 白棋没有选择立下了 就可能确实是读秒子之后就不感冒这个险 还是就或许也觉得形式还可以 嗯 稳住了 对主要是可能是觉得形式还不错 嗯 黑棋打吃 那这么看的话 其实这个家的木树 可能比这个要大 但是这个棋 即使知道这个家 你得在这边补一个你才敢立下去对吧 对 你直接没法补 我就说就算我老老实实实虎一个 当然就 就算我知道这个大 但是我下这个我也很难下出手 对呀 你最起码我觉得你也得下个这儿吧 那下到这儿就是以后总是有流有隐患 以后还是要 虎住吗 就黑棋可能搬进来 这家还是有点 就随时随时感觉欠那么一点 而如果我们就算虎住的话 虎 这肯定不肯 我都不肯走这儿 其实我们这么想嘛 嗯 这个棋跟实战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白棋虎的时候 嗯 黑棋来搬一个打僵了 这个时候呢 白棋没有挡 白棋把这个给度过了 那更不可能了 对啊 那我们这么看的话 就是这个虎的话呢 要比这个有价值 因为本身搬一下的话 黑棋亏损是非常有限的 基本就不亏的 实战的下方呢 等于就是这个时候 白棋没有选择这个档 而选择了这个度过 被黑棋这么打进来 因为黑棋加白棋虎了 因为我也不肯虎那儿 我就觉得我最起码 要不然我也得在这一块 对 但这虎一个可能 有可能是个本手 但确实这手棋就是我们知道这么下 就是可能是比较比较本分的一手 但是下确实想忍忍到这儿来是忍不了的 对呀 我就走到这儿 对但确实这个加进来目数非常大 黑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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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搬粘 这个如果算黑棋长道的话 他这个搬粘是全力 也是把这个点给放住了 脑上再补了一个 补在哪儿 还稍微有点难受这个起 粘 团 虎 三个选一下 这个厚一点 而且你想这样卡掉我荧幕器 的可能性也没那么大 但这样下的话 就是将来我这个肩 有个走的话 这个挤是先手 我现在还可以先急进一下 断你 就感觉有可能被便宜 然后如果团在这儿的话呢 可以走到这儿 被我这儿这走一个 你也没便宜啊 但我这个便先手了 你这个又先 但如果白棋团在这儿的话 就是将来有可能立完 然后这边充断可能要收起 就将来这个地方点 就这个机又有先手 所以这手其实 补在哪儿 确实应该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有点麻 先补一个挺转好的 对 但感觉上我 我还是想先把 先把这个看得见的 先给占到 因为这个以后 我觉得这个被挤 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上面 只要还写我个子 挺想团到这儿 可是团到这儿 万一我这儿走几个 这种长完之后 以后一冲断 你连补都补不了 就黑棋器 并没有那么多 也可以收回去 但确实应该 三个选择差不多 那补好几个 然后这个你最多 就补一个 对 嗯 这样黑棋 跳出来 跳一个 然后白棋压住 这个你就想走了 不然的话 我就好像能给你一手棋 给你走住是吧 对白棋可能能压住吧 这样黑棋如果搬的话 你顶一个 顶一下 它粘上 我感觉白棋可能还有更好的下法 但展示一下没看到 可能最直接的 你就搬了顶了搬 对 就搬了顶了搬 这样黑棋要出来 只能打吃 来粘上 黑棋出来 对 这个白棋中间也有好多母 对 这样很自然的 就白棋把中间目守住 它这么看的话 其实这 对 黑棋如果挤的话 大家没有注意 就是白棋可以 白棋这手棋可以打在这 对这样好一点 如果不能打的话 其实白棋只能退的话 这个弧就差点意思 黑棋单挤的话 白棋也是可以团在这的 嗯 这样还能接手 然后白棋等于是先手层出那么多母 黑棋忍受 还是很大的 对黑棋忍受不了 嗯 要跳一个 就是你搬枪了之后 诶其实白棋 白棋这手棋还不如怎么搬了顶了搬过来了 对吧 还挺有诱惑力的那一手 嗯 终于看到一个大的 或者白棋有一个更更直接的下方 就是白棋在黑棋搬斩之前 白棋先挤一下 黑棋一定是沾上的 对 这时候白棋就直接来 白 你顶不着了呀 顶不着黑棋压力要长的话 被冲没有演 黑棋压力也挺大 这个沾上吗 沾上也是有可能的 是吗 这个 这个 尝出来的心情很有很有啊 但尝出来 再冲一下 哎 人了嘛 白棋还是有一些木 然后黑棋 对 我就连回来嘛 白棋 白棋敢那么傻 应该不敢那么傻 我觉得我在上面连回来 或者做个演 应该是有谱了 对 那白的单靠一个 单靠 别总那些 单靠黑棋还是要搬 对 这次是挺难下的 所以他暂时没有走 嗯 不是那么好走 那你就这么搬了搬过来嘛 别挤他那一下了 但总想走一下 甚至刚才 有点想 而且你就算搬过来 他都不一定要打了打 他没准还脱鲜 直接挤了搬上 不是 我觉得就那样 我就直接这么搬了顶 搬过来 你真的肯这样打了再打吗 其实也不一定 你还有可能脱鲜呢 但这个棋被打一下的话 感觉是 黑棋也挺痛苦的 这马上 因为黑棋一旦不从这出来的话 就得从这走 嗯 这个棋不能让白棋再走一手 把这打掉之后 黑棋再走一手的话 这中间太大了 对 所以黑棋反正也要出来 那可能还是从这出来好一点 你从这出来不还损吗 你断一下本身 它就有点损 但但感觉这个出来之后 白棋这边薄一点 反正我觉得这个小了 应该走在前面 这个确实有点小 是吧 实在上去搬粘 嗯 对 这个搬粘完了之后一跳出来 这回其实终于看出来 原来应该这么熟 这边大 对 但跳出来本身 白棋可能也应该走一个 跟着硬一个 他跳一个你靠一个 对 这样黑棋 虎一个吧 虎一个我可以扳上来 这样黑棋只能拐过 嗯 就沾上 团柱 我再怎么连一手吧 这样走还是有一定目数的 团 腿 狗 对 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 这走一手应该是挺有价值的 嗯 他走是走了 但是他是往上靠的 哦 他是没往边上靠 哎 往这儿靠 对 他往这儿靠 往这儿靠就是不想让你打那一下 刚才靠完这个之后 白棋可以打这一下 但这么一长 你这边想成空就很难了 就没什么空了呀 白棋先压了一下 对 先压一下也是让自己更厚一些 然后黑棋是进来 然后白棋靠了这个 对 他是往天上走 好像还是靠这个好一点吧 感觉 靠这个能搬着走 就是能成点空总好的呀 靠这个 黑棋长 其实这样的 观子啊 我们看到 从这多少时候开始 就好像就进入了一个 啊 就是就是他 补完之后嘛 咱们 从这个 再回来嘛 第二阶段 然后开始 我就觉得这个棋就 没有特别明显的 诶 一定是这儿大 对 就 特别摸不清 不知道哪里有架子 哪里大 对 但是从现在回过头看的话 发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白棋没有长东西 黑棋呢 一点一点在长 把这也夹着了 这也吃了 然后这木树感觉 本身也没那么多 也慢慢出来了 黑棋一直在一点一点的 就是在增加这个 对 然后白棋呢 感觉 虽然是挺厚的吧 但是呢 毕竟下棋最后算 比谁赢的 还是木树多 白棋的木树没有争战 所以感觉上 黑棋后半盘下的更好一些吧 可能 是 我觉得啊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 这个听大家 这个下棋的过程中 就说这棋挺好的 但是呢 为什么后边啊 就不知道应该往哪走 反正下了下就不够了 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就是你可以啊 自己就是推理 比如说我从100首以后 我走着了多少多少木树 人家走着了多少木树 或者是对吧 150首以后 反正你就是有一个节点看 咱们就从这个节点就开始看 对 黑棋的最起码这明显增加了一些 这嘛 反正 感觉上至少变得更强了那边 对 然后这也进去了 白棋好像都是在缩木是吧 他就提了中间一朵花 白的本身好像更厚 不知道有多少 白的本身就还是挺厚的 现在转到这边了 他这个这朵花提的太晚了 对 咱们都说中间拔花30木 现在这朵花 你就给他算两木差不多了 对 因为白棋感觉是这个地方多了一手棋 但木树很有限 对 这个地方也多了一手棋 中间这个拔虽然厚了 但是也是牺牲了前面这个 本身就有一些潜力了 所以白棋感觉是没有走到太多的东西 走的东西 所以这么看来 这个白棋的确实手棋有问题 所以白棋 而且他的方向好像也也不太对劲 就这个时候 就我们经常比赛的话 感觉是就是下的很不顺 然后因为现在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找不找 不知道该往哪下 对 不知道哪大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会很很急躁的 然后就下起来思路也很乱 可能这时候要找不着 就是找不着一个好的节奏的话 可能就是越下越惨的那种 就没头绪啊 对 就是这个你说如果人家有一块弱棋 好你就想着怎么进攻他 这个也倒容易 而且呢现在还独秒了 对 还没有方向那个起 比如说想围花空什么的 围不着啊 围不着 哪好像都露着风 这能围点是不是 这是什么靠一靠 靠一靠走一走 觉得围的有点小嘛 这个地方 因为黑棋干进来 就不愿意围是吧 那因为这样的话 那我不压这个了 我直接围也能围到这儿 但是围到这儿 不太能满意感觉 实在是走这个 白棋 白棋压了这个 但你压这个 我觉得你也没走着东西啊 他不压的话 他怕黑棋就拐进来 这个自己形状慢慢 变得越来越薄了 他总要还得跳 如果想在这儿围一个两三目 中间这空多难围啊 但他这个主要是为了 让自己变厚一点 还不如靠都不靠 我看啊 下这个 就是这种下着都还实惠点 但这个就是 你就看肩嘛 黑棋弯挡一个 还是轮到你身 你走完之后 你还是不着想的 看还有哪边脚能下呀 就吃这个了 吃这个又不好意思下 但中间你下着 不是更惨吗 中间你下好几手 都未必有那么两三目起 对啊 主要是担心就是 不走被黑棋打吃什么的 就是自己的木没了 倒不要紧就是 别薄了 那想当中中间 对 这样的话 就是看着还可以吧 其实这样子 其实最难受了 对 反正这种棋 一旦找不到一个好的节奏 就是下起来特别痛苦 黑棋顺着的一跳 虽然感觉黑棋节奏 下的很舒服 对你看白棋 这两手棋走的有几目棋 反正你看 黑棋呢都是顺着白棋的 你走我就走 那你可能有几目 我也有几目 你的牵手效率 你先选 我看你也没选大 对 关键是白棋本身挺厚的 应该是有一些潜力的 走完两手之后 没有掌目 然后黑棋 黑棋到掌目了 我觉得 这两手白棋 应该又有一些失分 嗯 因为主要是就是 哪怕你厚我薄的时候 咱们两个人下的木数一样多 那我就很知足了呀 对 现在 黑棋反正下着下着 把白棋的潜力都固定成什么 两木棋就是两木 他压这个是为了拖这个还是 你本来也能拖呀 等它拖完之后 黑棋斑 白棋退回来 这里多了个挤 挤你又断不了 挤完之后 你可以靠一个 它有一个夹 对 不然这个压挺奇怪的还是 因为本来黑棋不会这么尖出来 嗯 因为这个棋本身这样的话 黑棋如果这么尖的话 那你不如直接 这个地方是 白棋可以点进来 没办法 这有个挤 那你还不如别压直接脱退呢 直接脱退有可能被黑棋拐一下 他觉得稍微有点亏 那直接脱退也可以吧 这样 白棋摄像拖 嗯 黑棋挡 白棋退 然后长一个 黑棋长 这 这长野是 木树上应该是非常大的 以后还能往里面大飞身退 对 其实 看得见的应该有个石木棋左右 看出来了 这个 越是这样的棋啊 越是得在边角 你看 嗯 杨顶心就是 二路加一个 这是看得见的木 什么就是 它走的好像这些招法 都是 没走在虚的地儿 虚的地儿呢 都是你一手换我一手 你走我走 你走我走 我没有主动 想下虚的地儿 对 中间相对来说 还是比边角要更难重控一些 所以走在 就关子的时候 一定是就是边角会更大一些 对 看这个也是经验之谈啊 这个大家在迷茫的时候 要下到游木的地儿 对 就在关子不知道哪大的时候 就是围着二路绕一圈 应该能找着一个大的 对 二路什么 尖一尖啊 脱退啊 基本就是这么绕一圈 应该看能看着一个 比如说最后找不着大的 对 爬一个可能就会比较大 哦 反正你别往一路下 反正我觉得这一路啊 如果是后手你尽量别下 对 就是这种搬粘 反正你搬了也就算了 对吧 就像是这种 最好就别下 然后黑旗白旗在中间飞了一个 嗯 也是想尽可能围一点空 不好围啊 黑旗也要硬住 对啊 你走一个我就走一个 反正我看这走走走走 我再走我就有空 但是黑旗也千万别这么去围 这么去围的话 你就把这边的潜力消了 这手机的价值可能还真没有 就是肯定比这爬肯定小 嗯 白旗就关了 白旗总算走了一个脚上了是吧 哦 进入关子之后啊 再走了一个 对 对 这个还是非常大的 白旗走完之后 黑旗应该是 黑旗没有虎这一下 但这个旗感觉是马上要虎了 因为不虎的话被白旗 白旗有可能来尝一个 就尝完之后这个旗虽然 黑旗肯定是不能粘上的 对 那我就 我就算走在外面 我走在这儿我也不可能粘上 对 但你走到这儿的话 可能先被我这两边便宜一下 便宜完之后 这个搬你还是得往回站 就是这也有一定的目数 嗯 然后这个旗黑旗能虎掉的话 就不用保留了 啊 就虎掉算了 但是还没有虎 对黑旗打了这个 白旗搬 但是这个搬如果搬完了这里头没挤的话 感觉这个节奏是挺怪的 因为刚才我们一手旗是能给搬了顶了搬过来的 嗯 现在也是花了一手旗 但这感觉效果差好多呀 这些压了一个又搬 就黑旗跳一个算花了一手旗 哦 白旗在后面也是走了三个 黑旗走两个 但本来我一手旗是直接给盖过来 嗯 这样感觉效果差挺多的还是 对 差好几目呢至少 啊 黑旗也是黑了一个 对 它中间围一个 啊 这个地方 围的大还不如围的小呢 围的大被两搓 对 这边跳一下 你可能 这个还是这个有点难受 你不管怎么走 白旗又来一下 对 要搓两下 其实黑旗走到这儿了 和走到这儿的目数是一样的 但是白旗呢 这跳一个可能这边 稍微多一点 这个有个线上 这边又多一点 那黑旗现在围这个原因呢 是吧 因为这个白旗这个斑呢 变成了线手 这样这两个字可以吃掉 黑旗需要补一个 嗯 这样如果黑旗不围中间的话 白旗走一个 白旗中间是个可能要成空的 是 所以黑旗呢 现在就走了一手 对 就说这个黑旗单方面的这个围空啊 就是有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到底大一格和小一格 大家也得好好的掌握 对 我说他一格他会比真大 对 主要是得区分 这就是虽然多围了一路 但是 真正的多围了几幕棋 对 其实 如果按这个局面下来讲的话 是一幕都没多围 对 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是非得拆二 有的时候会去拆一 比如这个拆一 对 更好一些更厚一些 学会缩回来 白旗靠住 可以把中间空给守住 对 黑旗扳 然后他沾上 他走了两个之后中间又不围了 是不是这围也没多大 因为这个棋白旗 白旗选择的挡这个 就这样黑旗要进来的话 只能尝着进来 他可能好一样 就是还好一点 但白应该还是很大了 但这首飞也不小 这首飞黑旗白旗大概靠住 对 也有一定价值 黑旗先手 白旗这个地方 可能就接一下 但好像还好啊这样 黑旗黑旗也不会跳 应该跳被冲的话 你还有那么多接不归 全都是接不归 但这样的话感觉靠住 还凑合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掰一个 对 这个以后我在挡 你也这个都不回去 对 应该是差不多大我觉得 对 只要选了这个 但是他就是走了两个之后 因为他不走的话 被黑旗虎了 那感觉你走两个 就很想再继续走 是挺想搬的 对 你又不走了 他被人家又尝进来 黑旗虎 白旗搬了一下 好 虎一下 虎一下 这回向应该是便宜的 白旗断了 然后再护回去 对 补到这也是 我们可能会发现 补在这可以补到这 但是其实目数上并没有增加 直接老老实实补在这 一手旗补干净 顶一个 因为黑旗打了这个 这个时候如果要加这个 去吃黑旗虎的话这样 首先挤一个就有点窥木 嗯 然后加的吃这俩的话 酸 吃个打结 但其实这两个 这个结相对的白旗来说 这个自己的负担反而更重一些 对啊 这提完了 还损了 所以现在这个下法是不成立了 现在这个局面好像仍然是一个细棋 嗯 细棋的局面有 要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对这个贴木啊 是韩国规则 我们是贴六木板的 所以对于这个杨顶欣来讲啊 这个贴木的负担又少了点 对我一直以为这盘鞋是贴七木板 可能因为中国在拿这个冠军 最近拿的有点多 给人一种是中国办的比赛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刚刚下完了孟百合杯嘛 对 啊 现在这个龙心杯 韩国规则 对龙心杯应该是最近六年 中国拿了五年的冠军 嗯 所以感觉是在又是在北京下的吗 对 感觉是个主场作战 所以咱们判断形式的时候 哎 是不是这个经常网络上判断的 都是按七木板判断的 是吗 折一给的图的话是还会按七木板给 哦 因为AI大部分还是用中国规则 嗯 白棋护一个 也不会是临时的比赛临时调哈 嗯 不好调的 白棋提 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网络上啊 就是用这个决议看的变化图 如果是什么 哪怕黑棋的胜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 黑棋可能都是好 对吧 他如果四十什么七八 这肯定就是黑棋好 因为他是按七木板 怎么差一木齐呢 对 就这个时候黑棋利用结材 优势还要 继续把这个结撑住 铺一个 但白棋打这一下是有必要的 因为一旦这个结以后 被黑棋提过来的时候 他这个搬 就绝对搬不着这一下 嗯 黑棋提回来 然后白棋再铺一个继续找剑 剔掉 好黑棋还粘回来 嗯 然后白棋 其实还是刚才的问题 就是找不着可以下棋的地方 这种时候就是比较容易犯错的 因为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 嗯 现在都已经小关子了 已经差不出多少 但是刚才那个时候棋盘还挺空的 差个两三目出去是很容易的 现在我觉得差两三目很难了 但这个时候可能局面非常接近 这还能说错吗 就是不知道在哪 就是什么点一点啊 很难吃怕呢 比如说这个跳大了 对 还是比如把这个断了 实战这个断了大 还是这个 断了不大吧 他实战不就是冲了 打了把这个子给断了 这个两手 你看这现在走一手 你得再走一手才能吃掉 他还是担心这个鞋以后还欠一点可能 哦 那他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形式还不错 所以走后是吧 主要是找不着大的地方可能 虎一个还是有一点价值的 包括这个挡 嗯 但是真要下的时候 就感觉下哪都觉得有点别扭 对你要挡的话 人家可能就跳一跳 对 所以我们现在虎一个也担心 觉得这个以后被打啊什么 没什么目 挡的话又觉得被尖了 那你要实战要冲这个的话 又觉得这边有虎 就走哪其实很难受的 走哪都没目 对 其实反过来说黑棋呢 其实要下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问题就是这种 那黑棋我拐一拐 这是看得见的目 就是黑棋也会觉得就是也不怕白棋挡 但问题这个这盘棋 大多数情况这个时候都是轮白棋选 然后白棋要选不对的话可能会亏一点 对这样的棋其实我觉得特难下 然后白棋冲 就是让你没个目标 有的时候呗 这个进攻是复杂 做火也复杂 但是呢总归他有个目标 对 这个呢反正怎么下就是差那么一木棋 八木棋的 但是终于虎了 嗯 虎 白棋 对 然后他又虎 黑棋就顺着虎过来 其实白棋目数也没增加这样 然后白棋把黑棋还走后了 走后完之后就白棋也是连上了 刚才这个地方有可能要补的 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是不是粘一个也挺大的 打吃一下 打完之后 然后虎了 这个粘不大嘛 这个粘好像有 对 这一扑回来 这个也是好几木 对 只有六木多 这个 这个倒实在 嗯 这个能可能数轻 像这种都数不轻 对 有风险 有点难受 有可能走了之后 没什么 走一个 然后跟飞一个交换 白棋贴 你看黑棋飞一个 其实 这也走了点木 黑棋顶住 它现在终于把这个粘回来了 对 其实这个是看得见的 黑棋来拐了这个 白棋尖 然后它退 排棋 排棋应该是 可能是进入堵秒 倒就堵秒 一直在打僵 沾上 铺了一个 咦 铺一 不死吗 对 这种铺就是一般情况是死一木棋的 对 但我们要选择铺的时候就要注意 铺的话可以起外面紧一口气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口气没有 没有那么大价值 就可以选择直接立 我们要做的对比就是这个粘 值不值这个一木棋 对 如果不值的话我就立了 这个粘其实还挺未值的 对吧 感觉上还是有一木棋价值的 就毕竟有一个 那你都先亏一木了 那只要这个粘大于一木棋价值 它就是铺好 主要就看自己的选择了 应该一般来说一个子 应该有一木棋价值 实战能源是铺 对 提挡住 应该粘这个吧 嗯 哎呀 然后黑棋先煎一下 这个得粘 对还是得粘回去 那个大 那三个大 黑棋也粘回来了 对 粘这个是六亩 应该是全盘最大的 嗯 先煎这个 黑棋倒 然后再扳 把这个吃回来 现在已经是四亩最大的 全盘 就其实刚才虎的时候 也可能就是全盘最大的 也就是这么五六亩齐了 所以选起来 又都是差不多四五亩齐的 可能这种选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 是 如果我觉得这个后半盘啊 就是什么这后边一百来手 都是在这个几木棋的这个关子 就好像都是在收关 但是不容易选 对 这个白棋尖是非常细腻的 现在又断了一下 哎 这盘棋真的是比拼功力的一盘 没有什么大杀大砍 对 断完之后呢 这个打吃变成鲜瘦了 嗯 刚才如果不煎的一下的话 是 就打不着这一下的 好 白棋把这个瘦了 这虎大概三目形 是吧 关子是越来越小了 对 打吃 粘上 然后长一个 嗯 这个长好像比这个要大一点 但是啊 但它黑棋弯出来的话 白棋这整个有点薄 就长的话 就是可能有个逆收两目 就是可能有个逆收两目 嗯 应该是指四目 然后它是顶一个手关 然后它是顶一个手关 嗯 顶一个能成几目棋 让它断 切断 嗯 然后它是打吃 白鞋团打 这里头如果要打这个的话 吃了这一目棋 这边被冲进去的话 反而损失的更多 打了这个 可以去沾上 把它补回来 而且连回来 然后拐一下 拐出来 力是先手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就被拖进去了 对 一些的硬 白鞋贴住 这应该都差不多大了 嗯 提不及 提接 打吃 这个打吃 稍微有点不细腻 被黑鞋把它贴了 可能要先打的话 这些有两节的 这样爬 这样你贴贴的话 被黑鞋打了 嗯 所以亏了一个节 把鞋提回来 然后它打吃 粘上 然后它打吃 然后中间打吃 粘上 然后再提前 然后再提前 中间充一个 这个是节材 提 白鞋就粘上 没节 对 因为黑鞋还有 还有这种铺的鞋 白鞋 没办法 白鞋就能粘回来 把鞋充一下 把它粘上 然后再打吃一下 这应该 还提了吗 粘上了 就粘上了 这提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会粘这个鞋 迟早要被黑鞋提回去 都是好小的关子了 现在终于 对 现在可能就只有粘木鞋的 嗯 啊 这个鞋活在这儿好 要再跳 白鞋 我一直跳 黑鞋的 倒不上 都只有荧幕鞋 对 团这个 黑鞋都是先手荧幕 团一下 鞋 白鞋针 然后团这个 这应该走那儿都差不多了 嗯 然后冲 黑鞋 黑鞋把这一幕搓住 然后再把这个 黑鞋再搬粘 对 这个 这个其实本身没有两幕 但是冲回来之后 这全部抽紧了 切之后 这个地方还要补 哦 白鞋打 黑鞋粘上 然后白鞋团 白鞋充 黑鞋团 这就是都是没幕的了哈 对 都是没幕的了 这还有一幕 这还有一幕 打吃 打吃它是 哦 这档上 档上有一幕 这个档 这个档正传是比这个要小的 哦 他是想粘接收货是吗 韩国规则 哦 这个没有太理解 这个档只有后手一幕 而这个鞋的话 等于是有 就等于是先手三分之二 是要比一大一点的 这鞋大概是个盘面实木的样子 对 黑鞋打完 把鞋粘上 白鞋也可能是想打出一个鞋来 因为白鞋如果 刚才粘那个的话 黑鞋走 也有一个鞋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打这个鞋 白鞋提 这鞋 白鞋也没提 这还有一个鞋 白鞋 直接把这个粘上了 黑鞋打 对 把这个粘上 然后就收关了 黑鞋就把这个鞋粘上了 对 这最后是 盘面十木十一木的样子 对 后面都是单关了 这盘鞋现在应该是 黑鞋盘面十木 对 最终呢 是黑鞋获胜 对 咱们恭喜杨鼎鞋 现在已经获得二连胜 对 这盘鞋主要就是后半盘 明显是白鞋 没有增加东西 活了这块鞋之后 白鞋没有干到事情 中间被黑鞋成了八木 白鞋就反而只成了四五木 然后这一排子 本来是个后世的 也明显被压缩了 黑鞋倒是这个地方明显掌目 是啊 那我这个鞋看到这个 小二十岁的杨鼎鞋 比山下小二十岁 好像他的这个后半盘 怎么下的比老将还老练啊 对 因为年轻起手下的 还是更紧凑一些 就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 可能更敏锐一些 是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明天 杨鼎鞋呢 要迎战韩国棋手的挑战 那我们也再继续的给杨鼎鞋加油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